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爸就说有机会以后人都做主播多好 可是不可能 那时候到电视台去找一个工作多难哪 太难了 刚好华氏有个董事呢 是以前我们空军四联队的联队长 我爸帮他开过车 我跟他收 没问题 后来呢 我爸就真的来了 拿了一个推荐信 要给那个华氏的董事 结果等了一个礼拜更没理他 后来面下不来 钱也不够了 就要回去了 回去就跟我讲 韦中啊 没问题 爸帮你瞧好了 对方一定会给你回音的 爸先回家应 若干年之后 我们2005年 我拍了一个纪录片 叫《韦中妈妈的眷村》 陈总司令呢 已经搬到美国去了 他看到这个纪录片 哎呀 觉得这个就是以前他住的眷村呢 就烧人给我信 说 哎 可不可以 给他一个DVD寄到美国去 我父亲1992年过世 这个信回来的时候是2007年 晚上我就一个人喝酒 见我老爸 我说 爸 回音回来了 就是晚了三十年 敬老爸 敬老爸 王伯伯 怎么样 不错吧 好喝 这瓶啊 它有点乌梅香啊 也是在那个花岗盐 那个坑岛下面 那温度跟湿度都对 放在大的陶翁里面 熟成三年才拿出来 陶酒翁跟放玻璃瓶不一样 陶酒翁啊 它是呼吸 酒的粪子呼呼将壮转去 跟焦老友一样 酒啊 是越沉越香 跟咱们感情一样 良好 四季 哥良好 六季 六季 就偷去了 跪